中华电信宣布 4G正式开台 抢先成为全国第一家提供高速上网的电信公司 而远传电信也赶快表示即将在6月份开台 为了展现国内电信龙头的地位 中华电信领先各家下午抢先宣布4G正式开台 标榜高速的4G LTE服务 行动上网速率理论值 最快可达下载约100Mbps 上传约30Mbps 董事长蔡立行表示 预估在年底要抢下40%的市占率 我们希望能够达成40%的市占率 加速的投资 我们要让4G的覆盖尽快的实现 中华电信强调4G LTE高速上网 让用户可以顺畅观赏HD电影 还可以体验快速的3D实际路况导航 不过现在服务指线在台北台中高雄 会慢慢推动到六都再到全台 而看到中华电信提早开台 远传电信也表示会提前跟进 远传电信很快的也是颈椎在后 那我们开台时间非常快的 在近期内就会宣布 这个远传电信的开台时间 保证是在6月 由于不再是吃到饱方案 为了在开台期间 吸引更多3G用户加入 中华电信提出各项优惠资费方案 将上网流量加倍 并提出8种不同费率 最低月租236元内含200Mbps 而远传则表示 会提出更值得等待的优惠费率 来抢攻市场 记者有点什么 郭俊玲 陈信龙 台北报道